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二豪 這部分就是來講解惡火任務 這邊惡火任務帶的是魯夫加艾絲 那我們先簡單來講 這關的關卡即時 板塊 地雷 地雷是即時等級 所以假如你沒帶反地雷角色 他是黏在成長 所以一定要去少掉 然後移轉幣 少許的移轉幣 就是稍微讓魯夫移動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狼一煙就是剛剛殺那個狼 他是加攻持續時間是該角色的移動 向我這邊殺雞的動彎 這個攻擊力就會消失 那比傑拉降防 比傑拉算是這版比較麻煩的小怪 就是你要隨時去注意比傑拉的血量 就是如果你身上有加攻狀態 我的建議是 情況允許 你可以先去消一點比傑拉的血量 會方便你之後的行動 會比較方便你之後的行動 因為狼基本上一下就死掉了 狼會殺 狼錯一下就死掉 比較麻煩是比傑拉啦 比傑拉的部分 就真流程呢 沒加攻的話 先殺狼拿加攻 我們之後再去殺比傑拉 位置好 我們就先消一下比傑拉的血量 然後再去殺王 就是這樣 那我們這邊要解惡火任務呢 我蠻建議帶雙消加道具 因為這樣就可以消26%血量 因為比傑拉的血真的是很厚 那你配置夠的話 你的索隆或木天啊 可以戳兩下就把比傑拉殺死 這個是蠻方便的 就不用特別再花一棟去 特別對比傑拉輸出 路徑上會比較方便 好 那B2的部分也算是相對比較簡單的 如果你帶索隆跟煞技的話 或者你二索隆啊 索隆墮這個巴哈血量是非常快的 因為如果你殺手會加超平衡 就輕鬆墮啊 那續能射擊就是加減可以射一點傷害 加減射 就傷害就 多少能輸出一下 那你看這邊索隆就是輕鬆打 好 那這邊也有狼馬 所以我們先去殺狼馬加攻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迅能射擊喔 1800萬 然後現在射這個迅能射擊 200萬 那需要三階就是400萬左右 好 那我們這邊薩基爾去處理掉 那薩基爾的充能 有時候還可以順便去充一些角色 你可以去充艾絲啊 或是索隆讓他們SS 比較早開出來 就比較安心一點 好 接下來呢 那是B3喔 B3就看狀況 一樣就是如果是艾絲進 就進場先殺狼 因為艾絲有活力殺手 加降攻狀態 他是能一下就把狼戳死的喔 好 那不過這邊失誤了 所以我這邊吃到降攻 那好友的話記得選一個 友裝不屈降攻的索隆 就對於你有時候失誤來說 他可以救你一命啊 那像我這邊是被降攻 所以我選擇先去殺狼 不然原本是我可以直接 戳一下就可以上去打筆傑拉 好 那這邊魯夫就直接 直接把他卡掉喔 好 那這邊就是有 空檔我們可以來殺這個BOSS 好 那這邊就是輕微輸出喔 那索隆的位置夠好 他的這個斬擊彈阿 加續能射擊也能對王打出大傷害喔 不過就是比較看位置 好 那這邊開始復活囉 那右邊是武士加筆傑拉 那這邊我選擇先去消筆傑拉喔 因為筆傑拉那個降防其實還是蠻重要的 那不過這邊就是沒有消血 那筆傑拉狀況夠殘的話 你也可以 我就會選擇先去清狼阿 不過要取決他殘到什麼程度 不過基本上都是以狼為優秀 因為被降攻的話就會很麻煩 因為你被降攻的話 基本上你筆傑拉內動就是沒辦法清掉 你要再等兩回合 會比較麻煩 所以你等消筆傑拉就先消筆傑拉 那五四都是序位比較後面的小怪 好 那我們這邊就成功魔死囉 好 這邊是B4 B4的部分呢這版比較自由阿 你要先去狼或先清鬼都可以 反正狼呢兩回合內清掉就即可 這版是比較自由的喔 那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阿 因為有人可能想在這邊洗技能 那你洗技能的時候記得確認一下 清鬼的那個 急死阿 然後還有角色身上有沒有加攻狀態 因為你沒有加攻狀態的話 那個清鬼其實不好殺喔 這邊就特別再注意一下 以防你被白爆炸送出去 好 B4就處理掉了 好 接下來呢我們就開始禁王關 好 禁王關囉 那我們一樣先看位置 好 看一下我這邊目前要選擇新誰 然後這邊覺得路徑可以 那我覺得先去清狼然後 拉回來去消筆傑拉 不過我覺得這關比較需要的是反版塊 因為這關如果沒反版塊 有些路徑上 那個狼跟筆傑拉的位置 說實話真的是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反版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所以星木天跟索隆在這邊就很強 還有熊熊 就有反版的角色 好 這邊就這張戳 那凱多老師這邊血是比較厚 不過他的吉斯很長啦 我們這邊要注意就是 左上那個筆勒頓會復活的小怪的時間喔 左邊呢就是狼 那右邊呢就是這個筆傑拉跟武士 這個是玩家需要去注意的 因為這關的復活小怪是很頻繁的 王本身沒什麼威脅 主要就是復活小怪的時候啊 就是你會多花時間 所以他給你的時間是比較少的喔 所以就是你要 在時間內達成這個清小怪的任務 就盡量每回都要做到事啦 就是 就算清一隻小怪也好就是要清到 不要什麼都不清 不清到那個壓力堆積起來就會很麻煩 好 那我們這邊就成功清掉了 好 那我們這邊就兩回合的空檔 可以對凱多進行輸出喔 那你看索隆的續能射擊在這班 也是很強的喔 這班 DU 你看也是有傷害的 好 那星木天這邊直接戳喔 傷害應該就夠了 OK 就盡量不要交到索隆或跟艾斯的SS 比較好 因為我們要拿去用王二 好 王二 真王關喔 這版就是有點賣索隆的割合喔 那要解二合我認為的話 艾斯的這個炎帝啊 在這邊是個相當不錯的選擇喔 就全敵36% 超方便的 那有加道具加降效的話 26加36嘛 就62了 炎帝 然後再碰 就把小怪獅全部都清掉了 好 那這邊就注意 左邊那個4 右邊那個5喔 左邊是狼 右邊是比捷達 那中間那個1呢 是盾牌 1就是那個盾牌呢 就是給我們反射角來卡點用的 不過我們這 我們這一個隊伍啊 就只有一個反射角 就慢慢小 會寫的慢慢卡 那真的不行我們再交索隆喔 真的不行我們再交索隆 那如果這邊比較危險的時候呢 你要開薩基爾的SS呢 記得喔 你要先去撞一個敵人 不然你直接撞凱多的話 薩基爾只會延遲一回合 因為他是根據你撞到的敵人數去 增加你延遲的回合 你要撞到第二個敵人 凱多才會延遲兩回合喔 這個再特別注意 好 接下來進王三 這個我們處理到最麻煩的王二吧 那我們就來 王三就是 一樣 就看你的順序 狼 比捷拉 武士 這樣 好 那索隆要開始的時候 盡量先 就是開弱點再開 就是那個追擊 其實也是有只有傷害的 就可以多少賺一點傷害 好 比捷拉 OK 那我這邊呢 應該就會開薩基爾 對 對 那我們這邊要先去撞 先去撞 其他敵人再撞凱多喔 這樣就會被延遲到了 好 那我們這邊就是輕鬆的時間 就是 慢慢打凱多就好 沒有一回合的時間 因為 因為在下一回合他就會復活這個 比捷拉加武士 那我這邊 想說加減開一下這個 機器人喔 因為我沒有帶帕克 這支帳號沒有練帕克 你看索隆的迅能射擊 是傷害是不錯的 好 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開SS喔 那正常來說這邊沒SS的話 就是 一樣就先去撞比捷拉 好 我們看到索隆自強的話 非常的高喔 就非常的衝啦 然後再加一個戈盒 OK 好 總結呢 我自己覺得這關啊 就是掃雷板塊 像薩基爾跟索隆 有板塊的話 是對於你輕小怪 是比較方便的喔 好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次凱多超究極 謝謝各位 掰掰